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1日星期六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很多服用了三高代謝寶的客戶 都給了健康520網站反饋表示感謝 我們亦都很高興把這麼好的產品帶給大家 糖尿病的國際知名專家Difroso教授指出 糖尿病有八大因素導致 它的成因不單是血糖問題 還涉及到很多身體器官的功能失調 例如大腦、肝臟、腎臟和胰臟等 這些內臟互相影響 共同作用導致糖尿病的發生和發展 而我們為大家推薦的三高代謝寶 它的獨特配方是專門為了 調節關鍵器官的功能而設計 使用全天然成分 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Kelly女士 服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和健康520反饋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都正在尋找一種純天然的方法 來管理血糖和調整身體健康 請登陸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詳情 我們首先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昨天19日晚上 以色列對真主黨發動了前所未有的攻擊 光罩了黎巴嫩境內的100個真主黨目標 以此同時 以色列定點清除了 正在密謀 空襲以色列的20多個真主黨指揮官 其中包括一位 遭美國通緝的真主黨作戰師長 除此之外 真主黨洩露的情報顯示 這次以軍對真主黨的進攻 是對真主黨滅頂的打擊 在20日 以軍在出擊對黎巴嫩首都 被魯特發動定向打擊 以軍獲得情報 真主黨拉德曼部隊的指揮官 正在社區中心的一棟住宅 密謀發動恐襲 以軍F-35戰鬥機 向拉德曼指揮所 投入多枚炸彈 導致拉德曼行動指揮官 二十多人被炸 其中包括伊朗革命衛隊副指揮官 黎薩 和真主黨二號人物 真主黨作戰師長 阿基爾一同被炸死 值得關注的是 阿基爾是真主黨最高級別軍事指揮官之一 亦被稱為恐怖之王 40年前的今日 亦是1983年9月20日 阿基爾指揮黎巴嫩恐怖分子 炸毀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 造成63人死亡 其中包括17名美國人 美國懸紅700萬美金通緝它 今日被以色列完成了復仇行動 之後真主黨作出回應 對以色列北部發動了150枚大規模的火箭彈 主要瞄準的是位於 美斯加夫基地北部的 以色列主要情報總部 這是專門負責暗殺 據前摩薩德官員的話說 對真主黨科基光澤行動 只是戰爭的第一階段 爆炸的目的是在真主黨成員裡 引起恐慌、壓力和震驚 並警告以色列已經有入親真主黨通訊的能力 他說這是一場可能對黎巴嫩發動更決定性的戰爭行動 據美國廣播公司 援引中央情報局消息人士的話說 以色列花了15年時間準備一場破壞真主黨科基的行動 特拉維夫成立了幾家 與以色列情報部門相關的前線公司 據稱這些公司的大多數員工 都不知道他們實際為誰工作 據洩露的真主黨情報文件顯示 這些科基爆炸造成的損失 包括879名真主黨恐怖分子身亡 291名高級指揮官身亡 509人失明 1735人器官受傷 613人永久性功能受損 而真主黨的指揮結構及通訊網絡 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就被有效地抹去 在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前所未有的襲擊後 伊朗現在似乎已經沒有耐性 伊斯蘭革命圍隊將軍 侯塞恩·薩拉米和伊朗軍隊參謀長 現在都在威脅要報復以色列 伊朗陸軍參謀長巴格里華 對哈尼亞被暗示的回應很快就會到來 以色列時報的消息 在實行軍事行動前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宣布 鑑於北部地區進攻和清除真主黨首腦的 有針對性行動 他和參謀長哈列維 和北方司令、北方司長等高骨軍事指揮官 召開了北部邊境會議 完成了情況評估 目前以色列國防軍仍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預計本周以色列對真主黨的攻擊之後 拜登政府現在擔心 降級的可能性已經縮小到接近零 隨著美國高級官員預計 以色列和真主黨的戰鬥將激劇增加 而美國海軍也在中東開始部署 哈里S號杜魯門 裝備了航空母艦、航空聯隊的9個中隊 以及第8航母打擊群的水面艦艦 包括太康德羅、加級制度導彈巡洋艦、驅逐艦等 下週將從維根尼亞基地出發 步似到東地中海 另外以色列在19號的攻擊中 中共第22批赴黎巴嫩維持和平部隊的 多功能工兵分隊營區 也發生多枚航彈爆炸 爆炸點距離中共營區最近為730米 中共部隊軍兵急忙躲避 外界認為以色列軍方情報如此精準 這是對中共發出的嚴厲警告 18日台法關係再升級 法國參議院訪團訪問台灣 說友好關係超過中共 美國海軍部署新計劃 應對2027年中共計劃發動的台海戰爭 美國副國務卿指責中共錯誤解釋聯合國2758日決議 支持台灣立場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再動力挺台灣 強調無論選舉結果 美國支持台灣不會變 據台灣外交部發布的新聞 18日晚 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吳智忠 匯見了法國參議院的訪團 這個訪團由訪團主席法沙帶領 雙方交流了台法雙邊關係 人體地區安全形勢 和中共在這個地區的擴張問題 還就能源和國防等議題進行討論 法沙表示 法國參議院的有台小組成員的數量 已經超過有中小組 反映出法國對台灣的支持和重視 法國非常願意和台灣共同致力於未來產業的發展 最近據美國商業內幕報導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佛朗海帝上將公開表示 2027年是海軍工作重點 以應對中共可能在2027年對台灣發動的戰爭 美海軍正在積極準備項目計劃 包含7個目標以應對中共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 佛朗海帝說 習近平已經告知中共軍隊 應在2027年前做好準備 奪取台灣 美國海軍計劃在此前提高80%的軍隊戰備 並且加強無人艦艇和無人機的開發與部署 美國海軍具有獨特優勢 包括近期在烏克蘭黑海戰爭中的實戰經驗 18日 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公開回應 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 沒有涉及台灣的主權或地位 只是處理了中共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中共利用這項決議作為外交工具 試圖以一中原則打壓台灣 在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問題上 美國立場堅定 在美國內部擁有跨黨派的支持 17日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在華盛頓的研討會上表示 無論美國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結果是什麼 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它的國際地位應該受到承認 其他美國高官也應該共同發聲 只有這樣 中共才能夠認識到 破壞台灣政治自治的行為是愚蠢的 也不符合台灣人民的意願 時事評論人藍述對本台記者說 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不夠兩個月 拜登政府應該不會在台灣問題上 有任何的政策變化 不過毫無疑問 西方世界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出來澄清 當年的2758號決議 並不涉及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 但是這些澄清 基本上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制止中共 在西太平洋地區不斷升級的軍事挑釁 維護台海的和平和台灣的安全 時事評論人唐政遠接受採訪說 坎貝爾他做出這樣一個表態 有一個微妙的政治信號在裡面 因為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 他的確沒有說當時的台灣主權地位的歸屬 中華民國其實是完全可以重新加入一些 這種國際社會的組織 美國也好 這些國際社會也好 在針對這個2758號決議的模糊地帶 一直都避而不談 不過現在 西方國家已經開始在非常明確地 重新界定2758號 實際上是一種清晰化的行為 針對著中共開始發起正式的反擊 否定中共這個所謂一個中國原則的主張 這就是我們看到目前最大的一個政治信號 中共如果夠膽真的武力入侵台灣 那麼整個國際社會 就很有可能馬上根據這個2758號決議 恢復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美國總統拜登 禮拜六將前往特拉華州威爾明頓市 第二次以東道主的身份主持召開 他任內發起的四方安全對話 或者四國集團領導人峰會 出席四國集團安全對話的領導人 徐拜登之外 還包括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利 阿爾巴尼斯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此次峰會將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召開 路透社引述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的話說 此次四國集團領導人峰會 將重點討論中國和其鄰國 在南中國海爭議海域日趨嚴重的對峙和衝突問題 路透社指出 峰會議程還包括在印度洋 加強安全合作 以及在印太海域追蹤非法捕魚船隊工作的進展 中國漁船構成了非法捕魚船隊的大部分 拜登依次是最後一次主持四國集團峰會 今年美國11月5日舉行大選之後 他將把權力移交給副總統哈里斯 或代表共和黨參選的前總統川普 川普在競選的時候放話 如果他勝選 他將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政策 不過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向路透社表示 四國集團是美國兩黨都支持的一個安全機制 他說 這次整個會議期間 你會看到不同的跡象以及成果 證明四國集團是一個兩黨支持的機構 而且會存在下去 北京聲稱擁有幾乎整個南中國海的主權 並堅持擁有對台灣的主權 並且即使掃諸武力 也要實現兩岸間的統一 美國華盛頓智庫、亞洲政策專家 黎莎·柯提斯說 四國集團推出一項新的海上安全倡議 將向中國傳遞一個非常強大的信息 即它的海上霸凌不可接受 並且將遭遇這個理念相近的國家聯盟協調應對 柯提斯指出 新的海上安全倡議將動用海岸警衛隊 這個表明四國集團的安全對話 含蓋了安全領域 美國在菲律賓北部呂頌島部署的中程導彈 正令中共頭痛不易 美國已與菲律賓軍隊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名義 部署的該炮台在軍演結束後沒有撤走 已經連續駐紮了6個月 輿論曾質疑是否要進行永久駐紮 有分析指這個令中共頭痛不易 提風炮台是一種移動發射車輛 可以發射最大射程達2500公里的 戰斧巡航導彈等 不僅可以攻打越過台灣海峽的中共海軍艦艇 中共東部戰區司令部 東南部沿岸的主要空軍機場 海軍基地、導彈基地等都在其射程之內 中共漁船曾發生多次激烈碰撞菲律賓漁船 但菲律賓沒有屈服於這種壓力 聲稱要向美國採購提風炮台 用於本國防禦 此外美國公開了正同日本政府 協商在沖繩等地 部署提風炮台的方案的事實 對此中共提出強烈抗議 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表示 中程導彈是極具冷戰色彩的戰略性、進攻性武器 堅決反對進一步打破地區戰略平衡的措施 7月底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在魯窩和菲律賓外交部長馬納諾舉行會談時表示 美國在菲律賓部署中程導彈將製造地區緊張和對抗 進而可能引發軍備競賽 他還主張這樣的情況完全不符合菲律賓人民的根本利益 遭到如此強烈抗議 美軍仍然民思不動 呂宋島距離台灣海峽僅600公里左右 部署在這裡的美軍中程導彈 可以對指揮入侵台灣海峽的共軍東部戰區司令部 及其下屬空軍基地、海軍基地、火箭軍基地等戰略據點實施打擊 在中國門戶網站守護上一位軍事博主發文說 中共70%海軍艦艇和50%空軍基地被提封炮台納入射程 此外美國射程達2,775公里的暗鷹遠程高超升速導彈 也進入了實戰部署 如果該部隊入住雷宋島 北京更將難以安心 截至目前 美國已經組建了3支特險部隊 其中2支部署在美國陸軍太平洋司令部 美國還正在推進在日本部署提封炮台 9月4日美國陸軍部長克里斯丁、玉爾牧斯出席防務新聞會議時說 8月訪問日本時和防衛相木原臉相討在日本部署特險部隊 有分析指這次利用東風-17、東風-26等中程導彈威脅美國的中共 現在要承受美國中程導彈的反攻 我們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今天網上傳了一條震驚的消息 9月19日晚上 在北京海定區的上莊橋上 9名90後年輕人 集體跳河自殺 現時已打撓了7名證實已死亡 另外2名尚未打撓上來 很多人說 未聽過哪個國家 有這麼多年輕人輕生 中共治理下的中國毫無希望 在北京發生這樣的事 突顯了現在中國人接近崩潰的現狀 有人問 這個國家發生什麼事? 連這麼年輕的生命都覺得自己生無可戀 這樣的國家還有多少慘況發生呢? 昨天是日本學童被人持刀襲擊 今天是90後 疾體跳河 令人心痛 有網友說 這些年輕人 潤又潤不成 活又活不成 卡在中間 痛苦不堪 孤獨無助 滿眼迷惘 天地之間沒有一點點星光 最後心灰意冷自我了結 還有人說 如果一個國家 令年輕人感到沒有希望 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 還有未來嗎? 這是當權者的恥辱 那為什麼90後的年輕人 要選擇用這種方法走上絕路呢?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寧可結伴結束自己的生命 卻沒有讓自己活下去的勇氣 更找不到自己活下去的根源 這些是誰造成的? 對此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先生分析 到目前雖然暫時還不知道 這批90後的年輕人 他們集體跳河自殺的真實原因 但是從事件本身 可以看到很多 非常令人震驚的一些信息 第一就是 這些年輕人 他們都是90後 二十多歲正是青春年華 為什麼要走上這樣的絕路? 只能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些年輕人的心目中 他們認為當前的社會現實 對他們來說已經是極度的絕望 他們可能曾經試圖去奮鬥、去改變 去尋找可以讓他們人生得到昇華的那些道路 但是他們發現所有的路都被封死了 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 看不到任何希望 他們才會用這種極端的方式 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個令人震驚的信息 就是這麼多黃金年齡的年輕人 集體結伴去自殺 自射出來是一個廣道 因為這些人 他們有可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讀不同的學校等等 但是他們都共同選擇了一個相同的方式 說明整個大陸的年輕人的未來 基本上是被扼殺了 這樣一種殘酷的社會現實 這個面子非常廣 它已經成為整個社會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在過去 說中國大陸曾經流行躺平 現在他們為何要採取這種絕路 而且是這麼多人 說明整個社會的惡化 殘酷生存的現實 已經使他們覺得連躺平也毫無異議 反譯出來的是 當前整個中國社會正處於一種崩潰的邊緣 有觀點認為中國人的教育 所獲的信息 都是說國家如何偉大 如何團結 當遭遇生活的挫折 面臨困境時 就不會去思考如何去面對 究其原因 中共邪惡教育 全部都是鏡花水月的 空話和打雞血 當年輕人面臨如此冰冷的現實時 留下的只有無助和絕望 深圳日本人學校就讀的中日混血男孩 18日被兇手鍾某襲擊 因搶救無效而最終去世 消息引發日本國內震動 犯罪嫌疑人鍾某已經徹底認罪 他的一些身份信息也得到曝光 同時還有大量有良知的華人 在日本為男孩舉行守夜 呼籲中共停止仇恨教育 例子報導 南方《都市報》指出 發起襲擊的鍾某 44歲 漢族 沒有固定職業 2015年 因涉嫌破壞公用電訊設施 被取補後審 2019年 因涉嫌虛構事實 擾亂公共秩序 被行政拘留 鍾某對遲都傷害該學生的行為 供應不諱 目前被刑事拘留 之前 蘇州日本母子被人斬傷的案件 剛剛過去不到三個月 類似的事件已經導致 多個派駐日本企業人員家庭 將家屬送回國 或者給小孩子轉學 而最新的襲擊案件 令當地的日本民眾更加慌張 網友《有病要讀書》 在評論文章中說 在中文社交媒體 這個被稱為極端個案 但只要打開媒體 看上幾分鐘 就可以知道這些極端個案 已經在很多人的頭腦中 預演過不知道多少次了 每一宗極端個案的背後 都有太多被各種謠言 餵養出來的充滿仇恨的人 太多無法分清現實和歷史的人 他的傷害也絕不可能 只作用於外國人 19日晚上 日本華人在東京申宿 為罹難男孩進行了守夜 活動長達2小時 活動期間 發言者譴責中共 對民眾的仇恨教育引發惡性事件 旅居日本的人權律師五雷 在發言中說 在座的華人都有好心的內疚感 感覺對不起日本人 我們僅有譴責是不夠的 這是社會治理潰敗的一個表現 更是多年仇恨教育的結果 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作家 賈家認為 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 和仇逸的情緒越來越可怕 過去二十幾年 極端民族主義的熱潮 從在嘴上說變成赤裸裸的暴行 與會者也將問題的根源指向中共體制 有參與者表示 中共是一個獨裁的體制 它就像一個村霸一樣 到處惹是生非 最後將自己孤立起來 不斷推翻它 不推翻它 問題不會得到解決 網友發布影片指出 在中共的教育下 小孩子被從小 教育所謂拿著刺刀 攻擊日本軍造型的人偶 從小把日本視為假想敵 學習拿著武器 喊殺的姿態 9月19日 湖南商談幾位小學生 在街頭圍攻裝扮成日本軍人的假模型 對此X平台網友評論說 中共長期灌輸民族極端主義 亦令孩子失去理智 利用仇恨 取代了應有的歷史反思和寬容 對於這件事 有日本人在網上留言說 有良知的中國人在哪裡都受歡迎 滿腦充滿仇恨的人在哪個國家都是問題 一名與會者告訴大紀元 他本人也是仇恨教育的受害者 這種教育令人長成了一個心靈扭曲的人 不正常的人變成一個瘋子 會去傷害一個無辜的小孩 日本對中國的援在 以及這些年的道歉 中共不讓人知道 卻煽動仇逸情緒 不終結中共的統治 類似的事件還會發生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加州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林培瑞19日 在日本訪問期間表示 這不是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對立 這次的事件是中共政府 利用了中國人的感情 操控意識形態 並用高壓控制社會而引起的 所有的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 都應該團結起來 去對抗這個中共政府 多謝收聽本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在日本訪問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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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集合理 不同 月經常 被人的聲明 並沒有 正確的 沒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